各位觀眾 這場比賽要進入到的是第四回合了 在廢料處理戰 戰神GO 要出去了吧 不喜歡打蟲族 結果呢在這第四回合 也是 台灣噴噴機的一個賽末點 他要碰上的是 Max RX Spider的千蝦割合 千禧宇 Max 夠了手勢很多 但是Max最近他 因為他今晚第一場就輸 他已經四連敗了 心情不勝立下 但是呢 對上蟲啊 戰神GO 葉邦彥選手 對上GO 他對蟲族只拿過一勝 一勝四敗 其實台灣噴射機隊 所有選手都是神族的嘛 四個神 四神湯 他們都不喜歡打蟲族 其實他們四個都不喜歡打蟲族 是齁 所以應該是猜拳決定 本週 你上你上 因為這場比賽之前 他們全隊啦 全隊隊重組是 兩勝 兩勝八百 全隊啊 加起來 好 那再來看這個開局 又在隔壁 在廢料處理站 廢料處理站 現在我們看到十二點鐘方向 是桃園噴射機的 戰神GO選手 藍色的神族 那緊接著另外這邊則是兩點鐘 兩點鐘就是 WIDE MAX WIDE SPYDER MAX WIDE SPYDER MAX 紅色的蟲族 看起來在屑壁啊 但是呢 這是一個台北跟宜蘭之間的距離 對要經過一個九安十八管 這個工兵真的很辛苦 在轉彎啊 對 中間雪山隧道 還沒開通啊 還沒有開通 都知道對方在哪裡啦 對因為是兩人地圖 不過這個 像昨天不是發生了 橘子熊隊2比0領先之後 被曜月到達2比3嗎 對 我回去 看 算了一下 之前也有做啦 就是過去呢 32場比賽 在 這個 星海鑽巴爾 過去打了32場 今天是第三場 這個 有14場 2比0 都沒有被逆轉的 但是昨天玩的是第一次 那有一隊2比0之後呢 有3比0結束的有6場 14場裡面有6場 然後3比1結束的有3場 3比2還打到 打滿5回合的只有4場 所以2比0之後 以3比0結束的最多 有6場之多 到昨天才發生大逆轉的慘距啊 才發生的大逆轉啊 那像今天桃園分射機隊 桃園分射機隊 他們本來不是就已經2比0領先了嗎 對不對 桃園分射機隊呢 在本季過去呢 前面呢前兩回合都贏 2比0領先的情況有2次是3比0結束 對橘子熊跟耀月 然後有一次是3比1結束 一次是3比2結束 3比2結束那一次就是對 滑翼Spider 又打到第5場 看看會不會進入到一樣 進入到第5場啊 這邊封門了 我們看到這邊神柱選手 GO這邊選擇了把門口封起來 有一個小小的入口 可以放一隻狂戰士 攀繩科技 那另外這邊MAX 保守的開局我們先放下了 一樣是瓦斯場 然後孵化池出了一點異化蟲之後 應該緊接著才會出來搶框 那像華爾斯敗德呢 在本季呢 過去只有過三次前兩回合都輸 那這前面三次呢 只有過一次是0比3 就豬肉3輸 輸給耀月 後來兩次都是打到2比3才輸耶 一次是桃園分射機 一次是橘子熊 都試圖翻牌 對 前面就是DS 真的也是滿會贏的啦 他就是 畢竟是大將啊 對 因為他一天都要出賽個兩場 這邊想繞進來我們的後蟲 擋一下 好 這樣有看到什麼嗎 好像 看到一隻後蟲和兩隻異化蟲 對 好像沒有看到太多的東西 對 不過我們還是有稍微繞了一下 應該我們有看到對手的惡礦 對 看到對手的搶礦 那我們就心中是比較放下的 比較安心一點點 好 那這個王蟲擺在這邊 放下了兩個兵營 現在戰神選手這邊來到了三兵營 應該是一個正常的 是三兵營開礦嗎 喔 不對 是四兵營 喔 直接使用那個四兵營 要使用四兵營快攻嗎 要跟蟲竹拼快攻 喔 說不定有可能喔 因為我們知道蟲竹是比較快的喔 對 但是其實在蟲竹有時候 在搶惡礦的時候 是會有一個比較小小的一個真空旗 喔 空檔是可以趁虛而入的 對 那這時候如果伸出 使用一個四兵營的快攻 那蟲竹如果沒有偵察好的話 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這時候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武力 對 還在發展惡礦 還在拼經濟 還在補公兵 還在補公兵 對 現在看一下的話 有這個豹馬仔在路上偷看 對 想在那邊伴路看 可是現在還沒有上去 所以還不知道對手的一個戰術喔 那放下了蟲蟲繁之場喔 這樣子的話 對手如果做一個進攻 就可以利用蟲蟲做一個防守 喔 五隻哨兵感覺又不像一個 感覺又不像一個快攻喔 因為快攻一般來講不會 喔 五兵營 哇 這是單框已經來到了五兵營啦 彤彤要投入 哇 那應該 五兵營呢 他放下自己的惡礦 喔 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惡礦會不會是要騙你呢 會不會是要騙你 以為我要搶惡礦 然後讓你補公兵喔 但其實我們是 MAKS還沒發現 好 追跌在那邊喔 防律得非常非常好 不讓你看到五兵營啊 對 現在還看不到五兵營對不對 對 這個位置 他把兩個兵擺在這邊 會讓蟲蟲看到兩個 會讓你以為是三兵營 然後是要搶礦的一個錯覺 而且他也真的放下二礦 放下二礦了 那五兵營然後才搶二礦做一個防守嗎 喔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 來看一下 異化蟲 還是沒看到 對 不過他這個二礦 會營運嗎 還是真的只是一個 要騙你的 會不會是一個幌子 對 那這邊 感覺又不太像是 但是有出門了 一堆校衛出門了 對 但是這邊是上來 只是要把那隻 異化蟲打死而已 對 那現在這個狀況 MAX還是沒看到對手 取消 哇 這個我們想騙你 但是實際上MAX 連偵查都沒偵查到 哇 直接要做一波五兵營的壓制 對 果然還是快攻啦 對不對 都升五兵營了 剛剛那個礦區想要騙你 結果想要給你看 你還沒看到 對 超想讓你看到 對 結果竟然你都沒看到 超難過 那現在這個兵力 直接壓制的過來 對 他應該帶那隻 這個異化蟲過去 讓他看一下 對 他應該公兵跑快一點 對 公兵跑快一點 至少要騙一個叫 講幹的去看一下 講幹就是拿一個假情報 對 會找到一個假情報 對啊 連講幹都沒有去看到那個兵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利用立場 但是這個兵力 五兵營 但是這個防守相當相當好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偵察到對手的惡況 其實MAX這邊搞不好以為對手就是要打快攻了 對 反而就已經有所準備了 反而都已經有所準備了 這個部隊是完全 應該是打不掉對手了 那MAX這邊已經發現了對手的意圖了 是一個山地刺 山後蟲以及大量的蟑螂 所以目前為止 看到就是 那個假的惡況 根本就沒有騙到 那邊失敗 對我們有時候最怕的就是我們想很多想說我們一定要騙到你 我們用很多心機很多 結果 對手 很乖的 連什麼都沒看到 對 偏偏對手沒心機啊 對 你處心機率的 想要去騙對手 對手單純的狠了 對 對 因為他也沒有看到 對 按照原來的步伐 這個狠狠 真的非常尷尬 那這時候沒有辦法了 我們就傳到這個惡況 他這樣錯就錯了 就 重新蓋下 重新蓋下去了啦 對 結果這一波 追列出來 再來前線 想再來試試壓壓看 可是我們看到人口數其實有差距了 對 MAX這邊因為 一邊是極限一個快攻 5-0的快攻 那MAX這邊 反而惡況都已經營運得非常不錯了 那防守得非常好 對 其實剛剛Sobay在上一回合有提到 就是 DS用重跟聯盟另外兩個重組的選手 MAX跟白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 MAX跟白他們比較穩扎穩打的重組 對 所以你看看這一回合 MAX就真的蠻穩扎穩大的 對 沒錯 就是 該守的他就守好 那該發展的時候 他就發展經濟這樣 其實我們比較多常見的重組玩家 都會使用MAX和白的這種打法 對 那反而是像可能說 類似BS這種 因為他是隨機玩家 全部都學玩家 那可能反而打法會跟一般的 你只專練重組玩家打法不一樣 不過這個重胎都已經鋪滿了雪山隧道了 對 要直接壓過來了 因為我們在守住的出席之後 我們覺得自己的兵力會擁有優勢 那現在這個部隊量 直接要破 破石頭 要衝進你家了 哇 這個石頭是打爆了 蟑螂 一堆蟑螂 而且有重胎 所以雪山隧道都是重胎 對 這樣子是對重組比較有力的 重胎上面 就跑比較快 對 我們在補兵的速度 會非常非常的迅速 對 但是重胎流這邊 應該會被觀察者看到 MAX這邊搶下了自己的山礦 果然有優勢就開礦 這是常見的 看到了就打掉 打掉的話 重胎就會開始後退了 慢慢的 對 消退 把它就打掉 說慢也還蠻快的 對 我們在慢慢的 有在消退了 好 王充 對 說到慢後 就沒有辦法跟王充比 是啊 最慢的就是他了 好 這邊是神族的 夠了 戰神的惡礦 也真的正式的營運 掛牌營運了 對 開始補公兵了 但是雙方的公兵的數量現在差20隻 不過他那波打通雪山隧道的那波蟑螂 他也不敢前壓 對 因為他這邊搶下三礦了 就是一個穩扎穩打走正常的一個 就是你何況看我們三礦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有優勢 確實MAX現在無論是經濟 還有兵力上都是有優勢的 對 所以他也是到雪山隧道裡面 雖然展示兵力啦 給你看喔 那你也不敢輕舉妄動的同時 MAX就發了三礦 三礦就比較平安 不會有人過來 對 那現在三礦只要完成了 那現在這邊的話我們經濟非常好 出了刺蛇以及螺旋塔 飛躺塔 要出的是腐化飛蟲 就可以克制 如果你要出巨象的話 那三礦已經開始正式 也是正式營運了 飛躺塔正在幹 蟲組裡面最少曝光的兵力是 雷獸 最少曝光的 雷獸 應該是雷獸或寄生蟲 寄生蟲 寄生蟲 對 因為這是最高級的一種 寄生蟲 寄生蟲倒是還沒看到過 對 很少見很少見 來了來了 到這邊的話 戰神要壓過來了嗎 對 不太敢 打一下就跑 稍微看了一下 後面要來蓋一個水晶塔 等一下可以 在資源上會比較快一點 算了兩隻追列加進來 對 那因為我們發現對手 其實也是三礦 所以這時候其實必須 可能必須要做一個前壓 不然就是我們也要搶下三礦 來看一下 那Max這邊是 認為自己有兵力優勢啦 我們直接把兵力放在中間 直接等一下你過來 我們可以做一個包夾 出發了嗎 這真的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對 兩邊 互相在校正啊 難不成真的一路 從他要撲到人家家門口 沒關係 現在來了 來了 直接要做會戰了嗎 我們的立場放置 沒有放立場 選擇先後退 我們要找好地形 對 好 立場的放置非常關鍵 隔成了兩半了 隔成兩半的話 因為我們後面有刺蛇在攻擊 所以其實也不太怕被阻隔 這個立場的放置其實也相當不錯 是 對 好 又過來了 再追著打 再追著打 部隊又過來 夜化蟲子後面補了上來 立場 繼續放 立場真的放得非常好 我們每次引出來 都引力一些兵過來死 那我們現在認為自己的兵力優勢 是不是要 如果我們覺得自己兵力優勢的話 可能就要趕快來做一個潛壓 還沒有 我們有五隻 五隻的不休者 我們並沒有出常見的具象 而是使用大量的不休者做一個六隻 不休者就是皮粗肉厚的肉盾 專門克制的就是 專門克制蟑螂 這邊重組 Max在補兵進了上來 對 在補兵補得非常快速 因為經濟其實非常非常好 現在立場就有三顆沒有隔頭 沒有立場沒有能量了 沒有能量了 沒有能量的量 我們部隊擠了進來 我們先點掉不休者嗎 那這邊的話 後面會補了自己的兵力 這邊的話 我們重組兩邊都是一個 這是 你上面夾我 我下面夾你 對 這個是三明治 你夾我會夾你 兩邊真的這個超 剛剛那個包夾真的非常漂亮 不過現在 打掉了所有的不休之後 我們現在的優勢來到Max這邊 對 追獵果然又墮落了被追的命運 對 身為追獵者 被追是很合理的啊 對 又被追啦 不休又加了兩隻進來 再撥兩隻過來喔 必須要有不休者才能夠克制對手的蟑螂 現在蟑螂被追著跑 對 哇 有人落隊了 這是刺蛇 刺蛇 優雅的行走 真的 這真的是沒有在重拆上的刺蛇 真的是 只能叫前面的走慢點了 對 哇 結果雙方都不走水 雪山隧道打 還要繞一圈 因為Max這邊是搶下三礦 對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 贊成這邊 其實是儲心機率也想要壓掉你的三礦 但是這邊在補兵上其實慢慢的 經濟的優勢慢慢就顯現出來了 黃金礦有人去採了 對 Max這邊已經搶下黃金礦 而且現在人口數已經領先了70 哇 人口遙遙領先啊 然後這邊的話 接著黃蟲 一出來就 喔 好 差點就爆炸 對 我們剛剛還有講說 試著在走的時候 最希望的就是後面還有王蟲 有人比他慢 我搶了你的三礦 哇 這個不能忍啦 我們直接三種小燕 你加這個部隊直接幾個進來 我重組的Max 陳希 直接衝進家了 現在人口大量優勢了 我們部隊直接衝進家 他應該是比賽可以直接結束 對 右退 右退 稍微拉了後面是要打分框 對 好 這個部隊量應該 戰神應該是擋不住了喔 這應該是不可能擋得住了 人口差了100啊 對 差了100耶 對 部隊量直接擠了進來喔 貼著一打 完全不給你放立場的機會 對 用人海戰術 就壓過去 對 這個部隊量直接壓得過來 立場最後的一個組合 完全沒有辦法 只有打出了GG 所以 懷Spider的重組選手Max 又就做這個賽末點 草原噴射機已經2比0領先之後 被連缺2分 現在雙方變成2比2平手了 休息下來看決戰的第五回合 決戰的第五回合 第五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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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醫生 表現的姿勢